大型塑料模仿秀现场来一波 不管是全国各地的方言 还是队友王大陆董子剑的模仿秀 到了杨子小姐姐嘴里 都自带阳式风范 最近小猴子在接受采访时 就重现了高能队友董子剑和王大陆的日常 这画面简直就是自己演了一期高能少年团呀 董子剑 我这一季一定要变得不一样 我要勤奋 我要勤奋 我要勇敢 我们不一样 就是董子剑经常说 所以王大陆我要模仿一下 王大陆喜欢跟人家说话 有关就是 你知不知道 哇真的 看这个是真的 很恐怖 你今天不走不动家 这很危险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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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仿董子剑的决心所长感受到了 但高仿王大陆的台湾腔 就让小猴子硬生生展现出了 自己隐藏的阳刚之气 除了模仿 这里还有百遍方言急于一身的小猴子 这语言天赋 网友们快来感受下 大家好 我是杨子 大家好 我是杨子 大家好 我是杨子 怎么感受都差不多 大家好 我是杨子 大家好 我是杨子 一个小猴子的身体里 大概装着两百多个灵魂 精分功力强大到连合作的男演员 都完全沦陷 这不李现就能分分钟现身说法 对啊 我们现在画过 已经被他带歪了 本来很正直的 正常的一个男男演员 我只是再把内在的潜能 给开发出来了 让你有你现在这可爱的一面 你认识我这些你有可爱的一面 你只有帅气的一面 对不对 听到小猴子情商一百分的解释 李现所有的委屈 大概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其实看杨子身边的男同学们 张一山的精分程度 完全和小猴子不相上下 高颜值爱斗秦俊杰 在女票的带领下 走上了晒丑照的路 看来不论影视还是综艺 男同学被小猴子带跑 怕是个逃不掉的定律了